大家好,我是谷哥 今天要來介紹Apple Y Series 4還有AirPods的矽膠保護殼 而且影片的最後還有抽獎活動 千萬不要錯過幸運的觀眾朋友 就可以把它帶回去體驗頂級的保護 那非要不多說,我們先來看一下影片贊助廠商 感謝Speedgen帶來AirPods保護殼 精密設計完全服貼 手感極佳,操作不卡手 拉慢弄皮革保護殼 經典皮革紋路質感,打造時尚風情 掛勾設計便於日常攜帶 想知道更多資訊的話,在下方產品連結 好啦,那今天要開箱的是JT Legend的DUO柔系保護殼 那這個系列的保護殼也有Apple Watch Series 4 44mm,AirPods以及iPhone的保護殼 那今天呢,將會帶來給各位 Apple Watch Series 4還有AirPods的開箱還有體驗 那我們就直接來安裝吧 好,那我們現在安裝Apple Watch Series 4的DUO柔系保護殼 那這個箱子打開之後,有這個DUO的這個保護殼的本體之外 裡面還有一個Apple Watch的這個保護貼 那打開之後呢,裡面有一片的這個保護貼 滿版的 然後還有這個弧度在 它是有弧度的一個滿版的保護貼 這個鏡面的部分呢,我不知道影片看不看得到 還是有一些些許的刮傷的 所以,今天呢 雖然說遲到,不過總比不到好嘛 我們來裝一下它的這個3D的滿版的保護貼吧 這個安裝的過程呢,其實相當容易啦 就,比起貼手機那麼大一片 Apple Watch呢,真的還好貼蠻多的 跟貼手機的一樣嘛 就是把內面的這個膠膜撕掉 OK 其實還蠻容易的喔 因為它有弧度的關係 那也不太容易產生氣泡 貼合上去就還蠻簡單的 看不太出來有貼過保護貼喔 就是,我覺得一致性做的還蠻不錯的 好,我們拆一下 OK,那這個3D的螢幕保護貼貼好之後呢 它其實非常的服貼在這個Apple Watch上面喔 那,其實整個看起來的質感呢 跟沒有貼是非常的相似的 好,接著是這個DULE柔系保護殼的本體 那,我通常在安裝的時候 會看這個背面的地方它比較有彈性 然後再對著這個數位表冠的切孔位置 好,那我們就這樣從背面呢 把Apple Watch給塞進去 OK,然後 可能要稍微擠一下它就會 這個進來 那它安裝好之後呢 它的這個麥克風啊 它是這個按鍵的位置呢 還有這個數位表冠的 數位表冠的轉動 都還是非常的順暢 那另外一側的這個揚聲器的位置 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到 也是都不會被遮到了 對,切割得還蠻精準的 接著在我手上的是DULE的AirPods的柔系保護殼 那這次就不拆完整的包裝 你都會看 這是黑色的款式 那也是跟Apple Watch的一樣 有米色還有粉色可以選擇啦 這個殼的重點是它可以通用 不論是一代二代還是有沒有無線充電的 像我手上這個無線充電的都可以使用 安裝也非常簡單喔 像是這個背面有缺口的這個位置呢 就是在這個轉軸打開之後會 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背面 而且它這邊也有一個比較軟的地方 不知道各位看不感覺不感覺得出來 還有一塊比較軟的地方是拿來按按鍵的 所以就把背面對準然後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上蓋呢就是直接對準蓋上去 OK它這樣子安裝就完成了 然後這個無論是哪一代呢 它背面的按鍵按一下給大家看 欸有按到 它背面的按鍵都還是按得到喔 好那它正面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到 它是有辦法微微的透光的 那我這邊拿一條充電線試試看 OK它正面的是有辦法微微的透光的 OK那雖然說DUBE這個柔細保護 可能它是一個細角的材質 不過它表面還是具有一層非常特殊的 所以它的手感是非常的滑順的 而且這個塗層除了讓它的手感非常滑順以外呢 還要讓它具有一個抗污的一個作用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示範說 我們拿這個水性的這個原子筆 OK那我們在這個粉色的非常北跑泡的這個 DUBE的保護殼上面畫了幾下 OK那我們等一下再拿去用水把它沖乾淨給各位看一下囉 OK那這個DUBE系列的柔細保護殼 它除了在像是AirPods的按鍵呢 跟Apple Watch的背面位置是完全頭亂有彈性以外呢 它的錶層這個抗髒污層以外呢 它內面呢其實還有一個 我敲給各位聽喔 它內面其實是有一個 可能看不太出來 它其實是有一個非常硬的一層 所以說看這樣子在用力壓的時候 它其實不會輕易的就變軟趴趴的 是有一定的這個堅硬跟剛性的材質存在的 而且除此之外呢這個使用的矽膠的材質 能夠符合歐洲的法規這個規範啊 是用醫療級的矽膠喔 所以希望大家在保護自己的Apple Watch跟AirPods的時候呢 也可以避免這樣每天接觸的材質呢 對身體是有毒的喔 那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的安心啦 好啦那前面說的今天要抽獎要抽出就是這兩個 黑色的Apple Watch Series 4的DUBE柔細保護殼 以及米色的AirPods的DUBE柔細保護殼喔 那參加抽獎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只要到影片的下方呢去留言呢 就可以參加這次的抽獎 那這樣幸運的觀眾呢 我將會在下禮拜五的下一支影片呢 公布在下一支影片的結尾中啦 那大家趕快去留言 就可以有機會獲得這兩款 非常有趣的DUBE的這個保護殼的產品囉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並且分享給朋友 那也不要忘記訂閱谷歌科技頻道 我是谷歌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